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 这个运动是怎样的呢 当中有什么变化呢 轮椅体育舞蹈是其中一个运动项目 可以让健全人士和残疾人士 一起合作竞技 而这个竞技也可以促进双健共用 轮椅体育舞蹈和传统体育舞蹈一样 是一项非常优雅和时尚的运动 下次受到影响的残疾运动员 可以运用轮椅 例如以标准舞 拉丁舞等等的舞蹈进行比赛 轮椅体育舞蹈已经在香港发展了一片时间 当中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 积极推动有关的运动 在2014年 香港举更加派出10名运动员 参加在仁川举办的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轮椅体育舞蹈项目 最终奪得一金一银一同佳职 除此之外 亦多次在国际残疾人奥委会 轮椅舞蹈运动世界錦标赛 以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奪得佳職 目前有7位运动员 获得精英运动员资格 展望将来 中国香港轮椅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将会筹办更多普及训练班 值此推动轮椅体育舞蹈运动 轮椅体育舞蹈所用到的轮椅 同一般的轮椅同 为了令到轮椅舞者 更灵活利用上身的力量 以背特意设计较为矮身 在背面看 轮胎呈外八字形 轮胎表面都没有防滑的翻纹 可以原地360度旋转 此外 轮椅尾部有个小轮 是为了防止轮椅往后翻 有时运动员会将轮椅跳高 小轮圆胸 做一些跳跃的动作 轮椅体育舞蹈比赛组合 主要可以分为个人单轮椅 混合的组合 双轮椅组合三种形式 比赛项目方面 就以标准舞和拉丁舞项目为主 当中当然包括有华尔滋 探窩 针巴舞 斗羊舞等等 除此之外 亦都可以多组合形式编排 以集体舞的形式出现 今天我们以混合舞蹈形式的 拉丁舞为例 混合舞蹈由一名轮椅舞者 和一名站立舞者组成 当摄到更多组合时 就会成为集体舞 有更复杂的训练 例如排舞 灯光配合等等 在混合和双人轮椅舞蹈里面 都会有下腰转圈的舞姿 在轮椅舞者为男性的情况下 站立的女舞者会靠在 男轮椅舞者的大腿上 或者背对背进行下腰舞姿 而当轮椅舞者为女性时 站立的男舞者会压着轮椅的手推幻 将女轮椅舞者提起并进行转圈的动作 但如果两位舞者均为轮椅舞者时 就会以上肢动作进行整齐滑一 或者面对面的互动舞姿为主 轮椅体育舞蹈除了是竞技运动 同时都是一种具高度观赏性的艺术表演 大型的表演项目可以涉及 四组以上的舞蹈组合 当中牢涉到更复杂的篇舞 难度更高 观赏性更大 甚至会加入现代舞的篇牌 朋友介绍 然后协会开了一些基础训练班 我去参加了之后 觉得很有兴趣,就继续玩 当初有初班之后 他们问我有兴趣 不如来玩、试试、体验 因为本身我是一个能球运动员 当中有很多技术的东西 比较刺激、有趣 我会觉得客人舞蹈比较乏满 但经过初班之后 我都觉得轮衣舞蹈的运动 其实也是一个挑战性的运动 因为除了轮衣技巧之外 其实也要跟伙伴合作 去溝通和去磨合 如何做好一个舞蹈的动作 在2016年的时候 我参加了亚洲禁标赛 在比赛期间 我从轮椅下跌下来 令自己有骨折 但最终我也是完成了比赛 而在比赛那次我取得了第三名 2023年的意大利世界金标赛 去比赛之前也有一个心态 就是取得经验为主 在轮椅单项的比赛上 结果取得了第八名 其实这个成绩就是意想不道 也是非常开心有这个奖 希望经过这一集影片 大家除了对轮椅体育舞蹈 有了更多的认识之外 更加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运动 增加对残疾人士的关怀和共融 如果有兴趣想参与 或者认识更多关于 轮椅体育舞蹈的事业 欢迎大家浏览 中国香港轮椅体育舞蹈 运动协会的网站 当中有不同的活动 欢迎大家参与